没想到刚一见面 两个人就产生了分歧 但是余阿姨仍然坚持 要对顾客负责 15分钟之后 阿姨要等的顾客终于来了 可是接下来 阿姨离发的这个事件 对董代来说 那是相当的漫长了 我觉得首先他俩没有演员 这个阿姨找啥样的呢 我还不完全的了解 但是董代我知道 他得要丰满的 肉头的 胖一点的 他不喜欢太瘦太干的那种骨感的 反正说的也是干巴的 倒是挺丑 像你这一事似的 但是阿姨我丑的也不瘦 人家就是 有句话你没听过吗 千金难买老来寿啊 你整胖乎的不啥病都来了吗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是说是这么说 你说的这个我懂 然后呢董代他也懂 但是那你说人家就喜欢胖一点的 就喜欢抓起来 就有手感的肉头的 那有毛病 我哪瞎抓啥头会见面就抓不抓的 那你在以后的相处过程当中 你没有肌肤之心呢 那手感不重要吗 咱先不研究那事行不行 我就搅着吧 俩人是不是还没正经开始唠 这不还不熟 了解了解 反正再往下看看 来